好 明杰剛剛看到戰爭進入第13天 這個烏爾戰爭變成一個長期的消耗戰之後 俄羅斯陸海空山軍都有這個受創 同時普丁的愛將一天死一個 對 我們看到這個戰爭開打 就是說俄羅斯陸侵烏克蘭已經進入第13天 基本上開打快要兩週的時間 那已經逼近普丁原本的相關的陸侵計畫的 這個中戰的時間 那到目前為止這個不管是第一大首都 這個基輔或者是第二大城 哈爾科夫都沒有被俄軍拿下 那甚至美方的情資評估 俄羅斯先前進駐在邊界的地面部隊15萬 已經幾乎全部都投入進入這個烏克蘭 那還有包含當然其他海空軍不算 那目前來說進度還是非常的緩慢 包含像在基輔西北方25公里 這一個這個綿延長64公里之長的這一個蛇行鎮的這個車隊 也似乎沒有這個向前推進 那美方也認為說這一個兵力的部署在這一個部分 可能俄軍是受到了一些困難跟阻礙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目前最新的一個這個雙方的戰國 那就這烏克蘭國防部公布的 那到這一個3月6號7號為止 那擊落了這個俄羅斯的空軍的戰機 總共有46架之多 那直升機有68架 那坦克至少290輛 裝甲車900多輛 那甚至還有這一個襲擊的俄羅斯的 這個防空系統也有23座 那這樣的一個戰國背後 這兩天外界觀察到最多不是只有空戰 只有陸戰連海戰都發生 那昨天外界瞩目的一段影片釋出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 其實這應該是由這一個紅外線拍的 因為它其實在夜間 這才是真正我們肉眼看到的場景 你只有看到一堆的 這一個類似的炮彈不斷的打出去 到最後烏克蘭方面說已經擊中了 有這一個船艦起火了 那據說這個無方傳出說 這是一艘這個俄羅斯 算是最新的22160型的逆中巡邏艦 那這一艘叫碧可夫號 那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看到其實這個 在過去來講非常罕見 因為它的攻擊 有適用這種 應該是 我研判應該是烏克蘭的這個火箭彈 火箭彈基本上來講 烏克蘭同樣跟俄羅斯配備有BM-21 就是這種冰爆式的這種多管火箭 它射程可以淵墨到20公里 那但是它一個最大問題是火箭彈 它沒有精準的定位 為何可以用這樣火箭彈 火箭彈是打一個面 它不是像我們這一個 我們的熊二熊三飛彈 是有精準的導引 可以末端 可以鎖定目標 然後打點直接命中 它是打一個面 用火箭彈來打海上的船艦 過去非常的少見 那為什麼可以命中 我認為背後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目標搜索 你一定要先獲得這個目標 那如何烏軍可以發現這艘船 因為它是屬於最新的逆中型的 你看它外觀其實非常的簡潔 它在雷達上面其實很難發現 它的這個雖然盾位有1300噸 其實也不大 但是雷達上面的RCS值 雷達截面積可能只有 看起來像一艘十幾噸的小艇 那為什麼可以發現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用多管火箭 居然也可以打中 你如果炮兵沒有定位來講 盲射亂槍打鳥 是沒有辦法打中的 所以這個背後牽涉到 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的目標獲得從哪裡來 一種可能性是 土耳其提供給他的 TB-2型的無人機 可能可以在空中搜索 進行這個目獲或定位 然後把這個定位 傳給這個炮兵 那他BM-21的多管火箭 這是一種可能 第二可能就是美方提供的情資 才可以如此的精準 那等於說把這定位 提供給他之後 他多管火箭 才可以朝那個面去打 然後這樣 這麼多 包含像他D30的這種火箭炮 才能夠真的打中 這一艘所謂的 逆中的巡邏艦 這在過去來講 我們觀察確實不多箭 那能夠打出這樣的戰果 其實真的不容易 也不是說 現代高科技戰爭 就一定要比這個性能 跟你的科技程度 你看他用這種傳統的 多管火箭 居然可以打穿 這個集成這種所謂現代的 逆中巡邏艇 這一點 我想國際也會覺得 非常不簡單 那這是海戰的部分 那另外空戰部分 不要說我們先前 其實陸續談到說 連這個他的主力 蘇凱34的 這個對地攻擊機 都被擊落 連這個飛行員被俘虜 那他飛的比較低 不要說 那本來白天來講 因為烏克蘭的天候 算是不錯 所以白天對於 這個人員西行式的防空飛彈 他的透過肉眼 要直接鎖定是比較容易 所以俄軍後來發現說 如果在沒有完全 制空權的情況之下 改成夜間攻擊 可能他的防空飛彈 烏國的 這個地面的防空系統 就沒有辦法 有這個比較好的作用 結果沒想到 昨天也有一架 蘇凱25就是這畫面 夜間也被擊落 所以不管你是白天晚上 全天候 其實表示說 這個制空權 俄羅斯沒有完全掌控 所以這從這裡 所以烏克蘭的 這個火力精準 精準到讓大家懷疑 這個準度究竟從何而來 當然跟他講說 打海上目標 這需要比較精準 就是說外界提供 包含像無人機的導引 那打防空 這個目標來講 空中的戰機 當然是靠烏克蘭自己 基本上他的防空飛彈的 雷達基本上 雖然俄羅斯已經摧毀 他號稱已經有 119座的防空系統 跟76座雷達 但是居然還是可以命中 表示說 烏克蘭的這個防空的戰力 保存確實是非常的好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俄羅斯先前非常多 我們看到他很多的坦克 T-72 T-80 T-90 都被這些 不管是標槍飛彈也好 或者是各式NLAW 這種反裝甲飛彈 不管是打到砲塔掀過來 或者是這種擊穿 其實真的被打怕了 所以這兩天 其實有一些畫面也出來說 其實這些 俄羅斯的車隊 開始也在做一些 檢疫的防護 所以有看到 像這樣的照片出現 這個是油罐車 我們看到這個 有一個V字形 這是油罐車 那這油罐車 其實就是烏軍 主要的攻擊目標 現在來講 已經打了六七十輛的油罐車 主要斷他的補給嘛 那油罐車的防護 變成是俄羅斯 首要要做的事情 結果他現在你看 限定把這個樹砍下來 然後排成在車頭地方 外界有不同的評估 這樣的一個目的是什麼 有的是說簡單上面來講 可能做一個簡單的車頭的防護 那可能 但是這樣的防護 木材木頭來講 基本上可能最多擋步槍彈吧 那我個人認為說 他還有兩個可能重要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車頭 是一個散熱的地方 他很多的反裝甲飛彈 是紅外線尋標 特別是夜間的時候 其實紅外線的那個顯示 一照就看到 哪裡有紅色的地方 這個車頭散熱 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很好打的目標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可能企圖要降低 他的一個紅外線特徵 我覺得這是一種可能 當然也有人解讀 因為他把這些木頭 全部排成一排 可能變成一個木法這樣子 就是遇到爛泥的時候 不得已的時候還可以拿下來 當這個緊急道路救援之用 這是可能性 那所以你看 他開始做這種防護 但這有沒有用 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真正還是 如果遇到這個 威力強大的反裝甲的武器 還是一樣會被打 這個擊穿 另外還有一個 這裡也看一下 像這個 同樣是這個 俄軍的坦克 你看他很奇怪 他上面有個頂棚 這個頂棚 這個不是在 這個怕日曬 他為什麼在戰車上面 砲塔上面裝一個頂棚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我們知道 像標槍飛彈 他最厲害就是什麼 打你的頂蓋 就是打出去之後 拉伸 因為正面的裝甲 很難著穿 以七二來講 大概正面裝甲 有500毫米以上的厚度 那當然 標槍也可以著穿 但是他 更容易的方式 從上面 砲塔這個地方 最脆弱的地方 由上而下 直接打下來 所以他裝了 這個臨時的 這個防護裝置 這樣頂棚目的是什麼 為了要避免 被這個 從上面來打 那到底有沒有用 我們看下面 還是一樣被找穿 所以一點用都沒有 所以你知道 俄軍就是被打怕了 所以想盡各種辦法 不管是正規的裝備也好 其他的各式的五發八門的 這個招數 全部都出來 所以整體上 我們看到以目前來講 打到第十三天 當然很多人在這個預言說 接下來可能會有 微塵之戰 死傷會更嚴重 不過目前來說 到底俄軍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實力 如果你連十五萬的兵力都投入 而且你看 普丁最新對外 這個表示說 他不會讓徵召的士兵上戰場 表示內部的 這個政治壓力 這些所謂的 這個 在這個戰場上面 等於說 有死傷的這些家屬 已經開始內部有一個壓力出現 所以他要去接見這些人 等於安撫他們的情緒 那不會讓這些徵召士兵上戰場 接下來他的病例要從哪裡來 當然先前有講說 從遠東地區調派或等等 那昨天有一個訊息是說 要從敘利亞那邊去招募 最新能夠打城鎮戰的士兵 為什麼要在敘利亞招募 雖然他非常便宜 一天兩百美元 這樣的一個工資 那敘利亞一個很重要 就是敘利亞是俄軍 除了車程兩次戰爭之外 另外一個城鎮戰 有經驗的地方 所以從那裡要招兵買馬 找人過來 等於帶這些 不會打城鎮戰的部隊的人 能夠有個帶頭的作用 那同時當然背後 凸顯的也是兵力不足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我們剛剛講了 這個彈藥 那明傑我跟你沙盤推演 剛剛講俄羅斯的補給 已經明顯出了問題了 所以我認為他的軍工補給 問題一定更大 那戰績是打下一架 少一架 軍艦是打成一艘就少一艘 然後普丁的愛將 打死一個少一個 但是他沒有後援啊 所以普丁還有多少政治資本 這個很像獨場裡頭 超級說話 我有一千萬的籌碼 我現在丟了八百萬 我也只剩最後兩百萬籌碼 除非我後頭還有錢 還有金山銀山的這個軍事資本 可以調度嘛 所以普丁手上究竟有多少軍事資本 對所以其實您管講 也是我們大家擔心的 就是說前面他的上策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講 他本來最早想要不占奪屋 那到接下來變數占奪屋 現在數占奪屋不成的情況之下 後面陸續加碼 包含像攻占核電廠 包含像他的核武部隊升級警戒 這些其實都持續在加碼 等於說當然他到最後 如果傳統的兵力沒有辦法達成 他預定的目標的時候 可能出手 可能包含像先前 大家看到炸彈支付 或者是這種極速炸彈 大規模的殺傷武器 反步兵殺傷雷 全部都拿出來用 當然對這個烏克蘭來講 會有這一個可能更大的傷害 但是如果說連現在 在目前擁有的兵力 全部都已經投入的情況之下 還是沒辦法前進 我認為普丁應該不排除 也會有其他包含像 這個透過外交 這些談判來爭取時間 爭取後援 但是當然最重要的是 他的軍費到底足不足夠 可以每天這樣燒 因為我們先前推演過說 如果以這美方評估 一天要燒掉 五千六百億台幣來講 他的國防預算一年 大概差不多兩兆台幣 基本上打到現在兩個禮拜 已經燒了不知道幾年了 所以有沒有這樣的錢 有沒有這樣的油 有沒有這樣的彈藥 足以支撐 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講 縱然就算最後以 包含像當年第二次 車程戰爭的方式 整個毀滅 整個血戰的情況 對俄羅斯自己來講 絕對也是莫大的一個傷害 就是縱然普丁 綁架全世界玉石俱焚 但是他的軍事資本 跟政治資本 事實上血流成河 我們稍後回來 如雷 出現地 擁著